这个学历才刚进来 你不教他 那就会没大危险了 阿谷 你现在挺来来得及啊 来得及什么 来得及安心退伍吗 你干完 我就当你今晚白幕没有发生过 学校 学校不要了学校 学校 学校卖的玩笑 学校 您这一期的本税 四万万三千五百九十元已经下来了 这两天 我会把支票送过去 谢谢 正路完 塞在牙缝就不会痛 来 您好 几位 随便请 你明白了 5万万的产品吗 新耶稣 德永生 你愿意了解上帝吗 我又没有偷 你骗谁啊 还是你要我叫警察 怎么在这 我 你是谁啊 干什么 你十岁哪 警察开单啦 年轻人 你要醒悟啊 你别承着我 9月18号到9月27号 由国家电影资料馆 所主办的这个交替影展 即将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是 真的是集各个新锐导演 这几年来的一些精华 因为这个是由国片的这个辅导金 所去资助这些新锐导演 去拍摄出的 这非常非常非常多部 精彩的短片 其中呢 也有包括非常多元素的 所以今天呢 很开心的是邀请到了 其中的 一部水岸立井的导演 我们邀请到的是 楼一安楼导演呢 要来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 相关的一些心得了 欢迎楼导演你好 你好 其实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楼导演 在之后10月9号 一席之地 就是首部剧情 这部剧情长片也即将要上映了 对不对 现在心情有没有很紧张 对 当然是会紧张啊 因为就是这也是有很大的票房压力嘛 对那这第一部片 然后我们也投注非常多的精神 然后经费在上面 那当然很希望说可以票房可以很好 可以起来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先来看到是这一次在交替影展当中展出的这部 《学岸立井》的作品对不对 当初是主动去申请这个辅导金去做一个这样短片的拍摄吗 对啊 就是那时候应该是三年前 三年前申请的这个短片辅导金 然后这部片那时候其实蛮复杂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人也是会给我建议说 你只有二十几分钟的一部短片 那你那么多人物 然后那么多线的交错 然后会不会太复杂 然后但是我还是蛮希望可以照我原本的一些想法去拍摄 那这个故事可能就是关于水岸立井 它是一个建案吗 对是一个建案 一听就听出来这是一个建案 当然是我虚拟的建案 然后关于这个建案周遭的一些 而一群人他们的 发生了一些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有人抢银行 然后有人误闯地下组织 然后有人就非常非常疯狂 然后无厘头的一段故事这样子 而且我其实我也有看过水岸立井 它这个完整二十四分钟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风格 其中好像有一些比较调诡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点黑色幽默在里面 所以水岸立井这部片你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是在哪里 其实那时候是想要表达一个非常漠视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有一种漠视疯狂的那种状态 然后其实这也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台湾 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看到的很无厘头或者是很荒谬的一些事情 然后把这些很多很多元素然后把它集结在一起 然后让它们相遇相撞 但是你其实我看到在中间你穿插了一些 好像是有一点点宗教的元素在 OK 那个其实 其实那个宗教的元素其实 我没有要刻意去讲什么宗教是怎样怎样 而是我是想要利用宗教这个东西 当然包括就是圣经上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表达一些我想要表达一些 可能比较深奥的一些哲学的概念 但是所以我通常会这样讲 就是黑色喜剧我通常会讲说是黑色喜剧 然后黑色喜剧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看不懂那个黑色的部分 至少也可以当喜剧笑一笑就好了 就是不用太就是一个一个 意义去跟每一个观众解释说 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境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虽然是一个24分钟的短片 但是在主角方面也有一些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熟面孔 包括像是马涅仙还有路易静路姐 所以你在找这些角色的时候 有24分钟你找了几个演员这部短片里面 几个其实很多啊 很多耶对我看其中非常多的演员 对马涅仙是一开始就找她了嘛 然后路易静路姐其实是一直要开拍前我才找到她 然后那时候跟她也合作愉快 所以就最近这个一席之地 又又跟她合作 然后她也因为这样然后得到那个最佳女配角 对那我是觉得她那时候那时候在水岸立井里面 我是觉得她的演出就非常非常非常生动 然后我那时候就蛮喜欢她的 对 那在马涅仙的部分呢 要不要聊聊她这个角色 她呈现出来的一个风格 OK 她其实那时候她来演我们这部片是在海角七号之前嘛 在海角七号之前 对还没有红 然后但是那时候在更早之前我就认识她了 然后就是因为摇滚的场合 然后更早她在糯米团的时候我就认识她 然后那就很自然就想到 她还蛮有喜感的 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来找她来演这个角色 对 但是她在里面饰演的好像是一个银行的警卫 然后有一点两光两光的 就是没有什么保护大家的作用 所以你希望她在里面就是呈现出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 对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她戴上那个眼镜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 这个人傻傻的 然后傻大哥那种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 因为我有很多